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什么是坐标系 打开思维导图 我们来看一下坐标系的大概内容 坐标系 其实就是一个参照物 为了方便我们描述位置 方向 如果我们不同意坐标系 那么我后面的课程 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2D的坐标系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 在高中数学里面 我们会用到迪卡尔坐标系 迪卡尔坐标系也称直角坐标系 我们在求解几号 问题的时候 会经常用到 比如 迪卡尔坐标系大致就是这样的 大致就是这样的 但是在我们计算机里面 我们一般是以屏幕左上角 或者屏幕左下角为圆点 然后X轴向右 Y轴向下发散 我们仍然也可以来看一下 比如 就以这张图为例 在标准的 坐标系里面 我们使用的就是这种坐标系 X轴向右 Y轴向下 坐标圆点就是屏幕的右上角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面 我们会使用屏幕的左下角 仍然是X轴向右 但是Y轴 我们会朝上 一般计算机里面 我们用到的最多的 就是这两种坐标系 那么在3D里面 在3D里面 坐标系就非常 复杂 通常的来说 3D里面 分为左手系和右手系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 这张图 这一个就是左手系 这一个就是右手系 左手系和右手系唯一的区别 就是它们的Z轴 朝向不同 左手 左手系它的Z轴是朝着屏幕的里面 而右手系 Z轴是朝着屏幕的外面 在我们的游戏当中 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两种坐标系 比如Unity3D里面 Unity3D里面用的最多的 就是左手系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红色的是X轴 绿色的是Y轴 蓝色的是Z轴 那么我们就看 我们就可以来对比一下 Unity3D里面 它就是用的左手系 那么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我也会将使用左手系 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 我们默认使用左手系 除了左手系和右手系以外 还有 YUP 和ZUP 之分 YUP的意思就是 Y轴朝上 ZUP的意思就是 Z轴朝上 比如说我们快来看一下 其实这一个出现的地方 也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3D4MAX的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个就是3D4MAX的坐标轴 它是X轴朝右 Y轴朝里 Z轴朝上 Z轴朝上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ZUP 那么还有YUP YUP 用到最多的一般就是在 比如说 MAYA 大家可以看到 在MAYA里面 它的X轴是朝右 Z轴是朝里 Y轴朝上 为什么我会说 先认识坐标系 然后再谈3D 因为坐标系是一个参照物 如果我们不是 先约定好坐标系 那么我们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 出现错误 比如说我们 刚才的 QQS日D的那种图片为例 比如说这张 图片 我们以QQSRD的 作标系为例 如果 如果 你事先不了解 QQSRD 你是 使用的是传统的 屏幕的坐标系 但是你和别人讨论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 他可能他使用的就是 QQS日D 里面的坐标系 那么你在和他进行讨论的时候 那么你们谈论的东西 其实不是同一个东西 比如说 在你看来 00坐标点 是在左上角 但是对于 别人来说 00点 其实就是在 左下角 那么你们谈论的两个东西 其实就 根本不是同一个事物 那么在 后面的 讨论当中 其实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会说 先 正式坐标系 然后再来谈3D 不然一切都是耍流氓 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在下面的课程当中 我们将会学习到向量 以及向量的计算 我希望大家在 下面的课程当中 能够准备好纸和笔 因为我们在 讲解向量的时候 我们会做到一些比较简单的 运算 我希望大家 能够在纸上面 自己去算一算 看一下 他的计算过程 自己去了解 或者说熟悉一下 他的计算过程 然后能够掌握 他所有的 计算公司 这一看 我们在这一看 是 我们在计算 我们在中间的计算 我先做一遍 感谢观看